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又动手了,在7月9号对以色列占领的格兰高地,连发30多枚喀丘沙火箭弹之后,7月10号,真主党再次出手,连续打出去30多枚火箭弹,袭击以色列北部城市,让以色列北部再次陷入一片火海之中,让人意外的是,随后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开出了停火条件。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领导人称,如果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达成停火条件,那么黎巴嫩也将和以色列立即实现无条件停火,这其实就是在正告以色列,你一天不停止对加沙的占领,我就一天不停止对你以色列的打击行动。 可以说这次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背后有高人指点,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,帮助加沙的哈马斯共同反击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,让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无话可说,这就等于是在告诉以色列,你停火我就停火,你不停火我就继续打。 不得不说如今的黎巴嫩是有勇有谋,在和以色列的博弈当中,越来越游刃有余了,这一下,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摆在了以色列面前。 通过这一段时间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交手,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的打击,可谓是刀刀剑肉,对以色列的打击程度远超了加沙的哈马斯,把整个以色列北部打得风声鹤唳,数万人紧急转移,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防护系统,在黎巴嫩的火力面前也已经成了摆设,也真正的让以色列感到了战争的残酷。 这也是以色列尽管声称,要像打击加沙一样,发起全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,但是却迟迟不敢发起,全面入侵黎巴嫩的战争。 此前声称七天之内,彻底铲除哈马斯的以色列,已经在加沙激战了近三百天,就连以色列军方都承认,彻底铲除哈马斯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总理内塔的矛盾,也已经公开化,多名以色列军方将领纷纷辞职,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战斗命令,军方更是多次不仅是内塔尼亚胡,就私自在加沙停火。 这也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恼羞成怒,但是也无可奈何。 而就在此时,黎巴嫩真阻挡武装,也对以色列北部开始展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,双方一番拉锯站下来,也让以色列真的感觉到了此时的中东,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中东了。 万般无奈之下,以色列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,选择和加沙的哈马斯进行和谈,试图缓一口气,以色列此时释放出停火信号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以色列的铁穹防护系统库存已经见底了。 大家也都看到了,最近以色列已经防不住加沙哈马斯,以及真主党武装和胡塞武装的联手火箭弹打击了,以色列北部以及中部城市屡屡遭到袭击。 中东多个武装从未有过的火力袭击,让以色列消耗了大量的铁穹防护系统,已经开始防不胜防了。 再加上欧洲多国已经纷纷宣布,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,就连美国也不得不表态,减缓对以色列武器供应,以促使以色列在加沙停火。 这让本来就急需武器弹药的以色列更加雪上加霜,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万般不情愿此时停火,因为此时停火对他来说,就等同一次失败。 但是在内忧外欢面前,内塔尼亚胡手里可选择的牌已经不多了,如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突然发出的停火倡议,极有可能是以色列最后的和平机会了。 只是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突然抛出的橄榄枝,就看内塔尼亚胡有没有魄力接得住了,我认为悄然之间,中东已经变天了。 在真主党武装以及胡塞武装的联手助阵反击之下,在中东风大肆扩张的以色列,终于尝到了战争的残酷滋味。 尤其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胡塞武装自八已开战之后,随即用切断红海的方式驰援在中东苦战的哈马斯,隔空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,并且屡屡得手,近日再次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。 大家都知道,为了解以色列的燃眉之急,美国在年初高调发起红海联合护航行动,但尴尬的是,原来号称三十多国参加的红海护航行动,到最后仅有一个英国跟随参战。 这让美国倍感尴尬,只得亲自赤膊上身,多次对胡塞武装本土阵地发起打击行动,并承诺对国王商船提供安全保护。 但是面对美英的袭击,胡塞武装越战越勇,不但在红海加大火力,同时更是将火力直接覆盖到了地中海甚至太平洋,追着美英和以色列的船只打。 美英联手不但没能阻止胡塞武装愤怒的炮火,甚至连美国的航母和军舰都成了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。 而曾经的海上霸主英国,更是成了第一个商船被击沉在红海的国家,可以说是丢尽了脸面。 在胡塞武装的猛烈打击之下,以色列的红海生命线彻底被打残了。 就在今天,从以色列传出一条大消息,以色列南部第三大港口埃拉特港,经不住胡塞武装的打击,已经宣布破产关闭了。 这对严重依赖海上经济的以色列来说,无疑是重磅一击。 要知道这个埃拉特港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,也是以色列最为繁华的港口之一。 可自巴以开战以来,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港,就成为胡塞武装重点打击的目标。 尤其随着2024年以来,胡塞武装加大对美国和以色列船只的打击力度,埃拉特港更是首当其冲。 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反美武装的联手打击之下,埃拉特港这个以色列的重要港口,进入风雨飘摇之中。 据以色列埃拉特港的CEO戈尔布特介绍,由于害怕胡塞武装的打击,许多船只纷纷绕到红海,更是对以色列目标港口唯恐避之不及。 现如今的埃拉特港已经半年多没有看到一艘船了,无奈之下,埃拉特港已经解雇了280名员工,港口已经关闭,并且已经在走破产流程了。 以色列埃拉特港的关闭,标志着胡塞武装红海行动的一次重大胜利,同时也预示着美英联手发起的红海护航行动的失败。 除了以色列的海上港口遭遇重创,海上生命线被掐断之外,以色列的另一港口海法港连日来也遭到。 胡塞武装和中东伊拉克反美武装的联手空袭,伤传骤然减少,更让以色列胆战心惊的是,真阻挡武装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也是愈演愈烈,同时更是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,频频发起猛烈的打击行动,致使以军损失惨重。 也让叙利亚看到夺回戈兰高地的希望,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,用精准斩首以色列军方指挥官的方式,来回击以色列对真主党武装指挥官的暗杀。 这也是在告诉以色列,如今的中东武装具备了以牙还牙报复以色列的能力,这也是以色列迟迟不赶,对真主党武装全面开战的一个主要原因。 因为哪怕是好战的内塔尼亚湖也深知,一旦和黎巴嫩战争全面打响,到时候再想上岸恐怕就真的难了,有句老话叫做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 这自巴以战争爆发之后,整个世界见证了以色列的残暴和贪婪,同时也看到中东各大武装的集体崛起,更是看到了逐渐衰落的美国和以色列。 中东武装联手用行动告诉美国和以色列,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为所欲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。